9月是一个让国粉身是激动的时刻,究其原因就是iPhone9将在9月发布,那么对于手机性能方面,大部分消费者已经不会去再有很大的探究,因为苹果手机的性能下来都不会让消费者失望, 最让人期待的就是它的外观与售价问题,说起外观与售价,这里就不得不吐槽一下之前苹果手机的这些问题了,首先是之前苹果的外观问题,苹果手机的性能是没得说,但是很多网友对外观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了,我们回手看看之前的苹果系列,小屏看起来是比较小巧一点,但是吧,难道不像一个手机玩具, 还用就是万人已经无力吐槽的刘海瓶,现在的手机市场怎么会变成刘海瓶的天下呢,让人搞不懂,纵然有很多人吐槽刘海瓶,可行动上还是很诚实,还是有大量的商家纷纷叫苦,不得不说这就是苹果的影响力, 但是最近这款即将在九有月发布的iPhone 9,采用了全新的七瓶海全面屏打造,新机的屏占比也是十分的出色,下巴的宽度和此前的iPhone X差不多,背部依旧采用的玻璃材质机身打造,整个机身背部十分屏着,这一次iPhone 9并未过多地延续之前的iPhone 8系列的设计,整个新机的外观看起来也十分的出色,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价格问题,历史告诉我们,iPhone 9发布新品,极少有比上一代便宜的先例,除非多极其发,另开产品线,比如iPhone C,否则降价二字,希望真的不是很大,但是根据去年发布的iPhone X一个机型的利润就超过了其他安卓厂商的利润之和,2017年的第四个季度, 苹果就赚走了全球智能手机86%的利润,今iPhone X就卷走了35%,这一次,说不定iPhone 9售价会有所降低,如果iPhone 9售价能够设5699起步的话,这个价位广大国分还是可以接受的,不过这个也是大家的猜测而已,具体价位还是要等到正式发布的时候才知道,纵然它的价位再低,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, 所以,我们暂时还是先准备好自己的钱包吧,另外如果再使用苹果手机路山聊天记录,照片,或者通讯录等数据时,我们可以用急速恢复精灵来帮助我们恢复数据 感谢观看